今年来筋膜枪主打舒缓 肩颈酸痛 在各大通路缔造销售热潮 不过使用不当 却差点让消费者因此失明 早在两年前就传出民众 拿筋膜枪按摩眼部 险些失明 不料最近又传出类似案例 浙江台州一名五十多岁男性 不但视力只剩零点一 还出现摆内障 它有一些禁忌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眼球 以及眼睛周围 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大血管 你看我们的警总统 都是从两边上来的 尽管医师早就提出呼吁 正确使用筋膜枪 但就是有消费者很贴齿 枪的工作原理了解多少 工作原理不是特别了解 大概用了八十三个月 我只知道关节的部位不适用 随着业者狂打广告 筋膜枪热度在最近五年不断狂飙 甚至登上央视主播台 不过却很少人知道 人体有许多部位并不适用 不但容易损伤颈椎 想用它来甩肉 更是天方夜谭 专家表示各家厂牌筋膜枪功率不尽相同 尤其是颈部以上血管密集处 使用上得格外小心 避免血尿失明的恐怖事件 再度上演 展霓新闻综合报道